刘涛能够称之为一名实力派演员 他的演技吸引了很多观众 而且在圈内他也有很好的形象 不过他的婚姻却一直被人津津乐道 当初嫁入豪门后 本以为能够退出娱乐圈 但没想到婚后的巨变 丈夫的破产 让他不得不再次进入娱乐圈 而事业如日中天的他 再次引来负面的新闻 有人爆出他生了一对双胞胎 这一消息出来后 刘涛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 让很多人关注这件事 而被成为国民好媳妇的刘涛 在人们的心中就是一个好妻子的形象 但这样的消息不知是真是假 网友爆出并不是和王柯生育的 而是另有其人 姓黄的一位男演员 并且网友将黄晓明 黄子涛 黄宗则否定 可姓黄的那么多人 哪一个才是呢 答案并没有给到我们 但是网友说 刘涛曾在十多年前与富商生下了一个私生女 不过南方并不想公开承认孩子的身份 那么刘涛只能承担着母亲该有的责任 不过这样的事情还是可信度不大 只靠着网友的一面之词来判断的话 这真实性并不大 而且刘涛如今已经四十多岁了 从她的最近出席活动来看 她的气色并不像生过私生女的样子 刘涛在娱乐圈已经有很多年了 这样的负面新闻是头一次 而她就像一颗重磅信息 让许多网友都觉得很离谱 感到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有的网友曾表示 刘涛的私生女与刘涛长得很像 在广州读书 而且她的父亲是一位富商 已经前往澳大利亚生活了 并且刘涛还去看过这个给女孩 而网友们的爆料实在是太多 真实性的可能并不确定 如今网络很多都是造谣之事 刘涛之所以会活起来 这跟她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刘涛出生在江西省某一户重男轻女的家庭 而且家庭也十分的贫困 刘涛的父母以及她的爷爷奶奶 都非常的重男轻女 他们将刘涛送往到了乡下外公外婆家 而将哥哥留在了父母的身边 而刘涛的外公外婆却对刘涛疼爱有加 当时的刘涛也十分的懂事 小小的年纪都会帮两位老人多少干点活 就这样刘涛一直在外公外婆家 她生长到了要上学的年纪 她的父母才将其接回 但依旧对刘涛不好 回到父母身边的刘涛以为她会得到他们的宠爱 但是她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 反而吃的是她哥哥吃剩下的零食 穿的是邻居大姐姐不要的衣服 人们不都经常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为了得到父母的关注和宠爱 刘涛小小年纪就承担起来了家里的各种家务 直到1993年 刘涛15岁 他考入了当地某个部队里的文工团 并且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文艺兵 在部队期间 身在青春期里的刘涛情斗初开 和部队里的一个男生 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恋爱 三年之后 刘涛从文工团里正式退役 他与男友也因为意愿不同而各自远走高飞了 此时对于刚退役的刘涛来说 找到一份工作是最关键的 在电视剧外地媳妇本地狼正处在急需演员的时候 当时的导演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 看到了刘涛拍的一组平面照片 就连忙给刘涛进行电话沟通 还特别邀请他前往剧组进行试镜 当时刘涛一开始认为还是进行群演 等到达剧组之后 发现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让他明白 自己一旦把握好了这次机会 说不定自己可以在演员的道路上发展下去 这让刘涛在剧中表演得十分卖力 细心的导演发现刘涛有很好的演员底子 就让他饰演了外地媳妇本地狼中的胡心子 当此电视剧播出之后 很多人对刘涛饰演的胡心子起了好感 为此刘涛也首次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也为此打开了演艺圈的大门 当刘涛在事业上过起了顺风顺水的生活时 他用自己挣到的钱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当刘涛拥有属于自己房子的同时 他也迎来了他的下一位男友李伟明 在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中 刘涛被李伟明的才华所吸引 就这样 两人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他们会一直幸福下去 毕竟一个是拥有不少才华的顶级设计师 一个是温柔贤惠的演员 两人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但由于刘涛的事业正处在一个巅峰时期 所以刘涛不太愿意太早回归家庭 只想一门心思投进工作中 在两人同居后的第二年 李伟明对刘涛进行了求婚 却遭到了刘涛的拒绝 李伟明对此并没有多说什么 两人就这样一直僵着 在2007年9月的时候 刘涛对外宣布了自己结婚的信息 当所有人都认为新郎是和他相恋了三年的李伟明时 却发现刘涛晒出的结婚照里的新郎并不是李伟明 而是跟刘涛才刚认识不到一个月的王柯 这让不少网友疑惑不已 据说刘涛和王柯是在电梯里遇到的彼此 而王柯则对刘涛一见钟情 于是就对刘涛进行了疯狂的追求 随后两人便确定了关系 当时所有人都知道王柯是一个很有钱的富豪 身价高达200亿 当网友们知道了王柯的背景 便信誓旦旦地表示刘涛将会成为一个很有钱的富太太 在2008年1月 刘涛和王柯两人在北京举行了婚礼 很快 刘涛为王柯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 而刘涛为此也暂时性地离开了娱乐圈 回到家中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原本应该幸福美满的生活却忽然给刘涛来了个当头一棒 就在刘涛嫁给王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王柯因投资失败 面临破产 而且还欠下了近4亿的巨额外债 这不得不让刘涛面临无助 家庭破产 丈夫生病 很多人都以为刘涛会选择和王柯离婚 然而他并没有 甚至还付出拍戏帮丈夫还债 因为错过了最好的事业发展时机 一些好剧本都轮不到他手里 所以刘涛决定不管什么剧 什么角色先接到再说 据悉 光是在2010年 一年他就拍了6部戏 要知道普通演员最多一年拍3、4部 一部最少也要拍3个月 也就是说 刘涛几乎全年无休 每天都在剧组奔波拍戏 那段时间 刘涛确实累 他经常给闺蜜秦海陆打电话 表示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 但是说是这么说 他却从未放弃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在刘涛付出的第五年 他帮丈夫还清了近4个亿的债务 与此同时 他拍摄的欢乐颂也再次将刘涛女强人的形象搬上了荧幕 正因为刘涛这一举动 他收获了更多的粉丝 同时刘涛嫌弃的人设也建立了起来 那时候还有人问过刘涛 你本来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的 如今却这么累 后悔吗 刘涛笑着表示 我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只要拼尽全力 我就很开心 在外界看来 刘涛和王柯一直都很恩爱 尤其是还完债后 二人还一同登上了综艺节目 他们会互相给对方喂食物 两人还会互诉中肠相拥而弃 惹得全场人都很动容 然而这对夫妻真的像表面那样恩爱吗 2020年 刘涛和王柯首次被爆离婚 起因是有人说刘涛在剧组强迫小鲜肉陪自己 如果不陪就把对方戏份给删了 面对接二连三的绯闻 刘涛和王柯的离婚绯闻甚嚣尘上 无奈之下 刘涛站出来澄清 他表示这一切都不是事实 而且自己和王柯并没有离婚 本人都出来澄清了 吃瓜群众也都散伙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21年 刘涛和王柯再次传出离婚的消息 这次绯闻的起因又是来自于刘涛 当时有一位狗仔爆料L杏仁妻与某制片人有染 接二连三和其他男人传出绯闻 不少人喊话王柯让他管管媳妇 可王柯貌似并不在意 曾经王柯就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和刘涛就像是工具 有用了就出来维持一下 听到此话 不少人还以为王柯是在间接地秀恩爱 可真实情况 或许并非如此 之前 刘涛和王柯参加了一场聚会 当时王柯喝醉了酒 公然在餐桌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挖苦刘涛 还说道 戏子来钱果然快 听到此话 刘涛眼眶立刻就红了 眼面痛哭 除此之外 两人聚会结束后 两人也都是全程冷脸毫无交流 明明在节目中 刘涛和王柯还是手牵手无比恩爱的模样 为何私下却显得生疏了 难道他们真的是伪恩爱合作关系 其实 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恩爱 但各取所需是肯定有的 截止2023年 刘涛和王柯已经结婚16年了 虽然外界依然有声音说他们离婚了 但刘涛和王柯并没有证实此事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之前这对一直很爱秀恩爱的夫妻 近期秀恩爱的频率越来越低 刘涛的社交平台上 除了工作就是自己的私生活 很少再出现王柯的身影 有时候 不管是真恩爱还是伪恩爱 其实都算是一种不错的人生经历 我们体会到了身边的酸甜苦辣 也从中增长了很多知识 不知他人事 不与置评 管好自己的一言一行 便是晴天 宝贝 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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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